幸福没有那么容易 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 过来做梦的年纪 轰轰烈烈步入瓶颈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 才会特别让人着迷 什么都不懂的年纪 曾经最讨厌所以最开心 曾经 大家好我是高子肖 然后平时朋友都叫我芷肖 然后今年是我来给亚西欧的学生 也是第一次参加歌手大赛 虽然我不懂什么技巧 但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唱歌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次比赛中 听到很多好听的声音 然后享受这个舞台这个过程 然后之后我感到开心 谢谢 谢谢